你知道为什么以前农村吃大西卫生条件很差,却很少有人吃坏肚子吗? 因为猪是上午放的血,鸡是大家刚逮的,蔬菜半小时前还在地里长着,那时办事炒菜的是大叔大伯,刷碗洗菜的都是邻居大婶大娘,他们会害你吗? 为什么现在癌症越来越多,而且越来越年轻化? 因为28天的鸡,38天的鸭,三个月的肥猪近万家。 早上喝一杯勾兑豆浆,再吃一笼淋巴肉包子,中午点一份预制菜外面,下午喝一杯美奶的奶茶,晚上回家做一顿农残超标的晚餐,然后熬夜到凌晨,一肚子灌的都是资本的科技与狠活。 等你扛不住了,再告诉你,你的病没得治,准备放疗,化疗,一辈子吃药吧。 说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真相,为什么99%的人得了癌很快就不行了? 其实白大褂知道怎么治,但是就是不给你治,让你把癌症治好那还得了,你把癌症治好他们还怎么赚你的钱? 我费了多少年把癌症这个概念植入到你们的思想,其实在中医看来,癌细胞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 为什么中医被打压得那么厉害? 因为侵犯了太多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资本利益。 或许我不讲,很多人都一辈子不会知道这其中隐藏的真相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西医大夫开完药和中医大夫开完问的问题? 西医大夫开完药是怎么问? 不咳吧?不疼了吧?不痒了吧? 血压降了没有?血糖降了没有? 是因为药,我用药把症状压住。 但是中医大夫开完药是怎么问? 拉了没有?吐了没有?出汗没有? 吐了没有?养了没有? 它发出来了没有? 因为中医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垃圾往外。 假如说你有一个疾病,或者说你的家里人身上有一个疾病, 你去翻一下这本书《肘后背疾方》这里面的疾病对照表。 当你翻完以后,你会发现讲的和你的症状一字不差。 什么颈椎病,腰椎肩盘突出,什么眼睛近视,喉咙经常发炎, 甚至关节炎和痔疮。 你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所有的人间疾苦。 这些疾苦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都讲得一清二楚, 甚至你自己哪天身体不舒服了。 都可以像茶字典一样, 在书中找到自己症状的对照表, 然后适用书中方法去解决, 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这本肘后背疾方是老祖宗经过实践从他们身上传下来的。 他们通过对各种药膳材料的使用, 研制出了相关疾病的配方, 将他们的比例, 还有具体的用法以及注意事项都描述得清清楚楚。 并且有根有据, 不仅省心省力, 更是廉价有效。 哪怕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, 身体出现了常见问题, 也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解决方案。 这种属于自己的医书, 就如同皇帝内经一样, 都应该给自己背上一本。